報導主席柯文哲 任內的北市科地上全爭議 調查報告在昨天出爐 批評科市府招標條件 一再放寬 未標而標 決策缺乏具體規劃 今天臺北市長蔣萬安出席 青年局的交流會有盡興回應 帶你一起來聽 沒有問題也要還當選清白 可以聽到蔣萬安常調 一切配合檢調 另外北市科調查小組 列出的結論 還有將地上全招標為 科技園區是政策決定 但T17 18卻是免投資計畫書 是一個行政缺失 另外地租條長決定權 是在市府手上 土地價值往上 但權力經往下 可由政策決定 至於科市府 就是要憑招商成績 北市科調查小組 召集人張思高表示 報告訂稿最快會在九月中秋節後 完成再送交北市議會